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韭菜说,我是韭菜哥 昨天啊,所谓的郑州市民围攻外国记者的视频打锅了 很多人啊,比较义愤填膺啊 表示因为这些渔民啊,自己将不再关注河南洪灾了 尤其郑州这一块儿 看起来很正义吧,的确 那些正义的表情啊,很有点像那个李玉和上刑场时的大印里人啊 可问题是,你不关注河南洪灾,谁最高兴呢? 是河南普通老百姓,还是某些人呢? 如果你智商没有问题啊,你就会发现啊 有人怂恿郑州市民攻击外国记者啊 派人跟踪外国记者 下通知防范外国记者的目的啊 就是不想让某些事情啊,被外界所知道啊 外界如果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某些人的面子也就好看了 换句话说啊 攻击外国记者啊,是不希望外界关注啊 而你因为某些渔民的愚蠢也不关注 那儿,这岂不是一曲同工啊 你也是助助为虐啊 是的 外界不能关注啊,是因为某些人的阻挠啊 某些人 韭菜哥不说朋友们都得到 而你不关注,则是因为你上当了 被所谓的愚民的行为啊,激怒后失去了应有的理智 韭菜哥为什么这么说啊,很简单啊 从不相信围攻外国记者的人都是真心爱谁的 他们啊,只是被人利用了 带头的,或者是挑事的,肯定不是普通郑州市民啊 这就像当年凡日游行中,带头的不是老百姓一个道理啊 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阻挠记者采访 比他们直接下令禁止采访,哪有高名利多啊 因为啊,外面一旦反应过大 他们就会一探手,满脸无辜的说 那是群众自发的啊 我们这里的新闻是自由的啊 呵呵,这个道理大家不懂吗 群众啊,就是枯装的那玩意儿啊 有用的时候拿出来显摆一下 没用的时候再放回去啊 只是群众啊,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而已啊 韭菜哥相信啊 在昨天的围攻事件中啊 现场的人群中啊 有任务的人数啊,是有限的 大多数还是普通的郑州市民啊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表现的那么激动啊 真的是人家外国记者,外屈事实扭曲真相了吗 不是啊 这是他们被利用的 这是为啥呢 因为啊,当个体进入群体以后啊 他们的情绪啊,观念啊,和智力啊 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具体表现,就是理性思维能力急剧下降 道德观不再受到平常的标准所约束 群体意识啊,会支配个体意识 这样的人群啊,很容易被操纵啊 群忙啊 韭菜哥忘记什么时候看过一部电影了 好几年了吧 忘记记什么名字了 而且是个黑白片 描写的是一群孩子被丢在一个荒岛上面 这里环境恶劣 生存就成了第一要务啊 于是乎啊 他们为了增强生存几率 选出了一个首领 在这个首领的带动下 他们围着火圈跳舞 他们步调一致 口径一致 齐声高唱 猎杀野猪之歌 看起来很团结 很快乐吧 但是要记住 这是荒岛 资源有限 最开始猎杀野猪 野猪猎杀完了 逐渐开始猎杀 不同的阶级敌人啊 群众开始疯狂起来 狂热起来啊 慢慢的抛弃了 拉尔夫的理性思维啊 投入集体之中啊 也就是首领的控制範围之内 争取最大限度的生存几率 从开始的误杀 到后期的受煽动的 不动捕杀 群众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识 无法进行理性思考 看完这部电影时啊 韭菜哥一直在思考 到底是恶劣的环境 促使了恶劣滋生 还是人性本恶 在无秩序的环境中 得以最大限度的激发呢 机灵就在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啊 在集体中啊 只要首领提出观点 群众就会高升负荷啊 我们回头看看郑州那个场面 多么的相似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围攻外国记者的所谓群众 跟当年围攻外国使团的那个义和团团民 有区别吗 没有 他们都是被人煽动起来的乌合之众 都是被集体无意识支配的愚蠢人啊 他们在围攻过程中啊 表现出的买恨和不讲理 说明他们的法治观和道德意识已经丧失啊 已经初步具备了BL的处刑啊 这种表现正好与乐旁 在乌合之众里提到的那个群体智力下降 变得冲动啊 偏执和艺术刺激的特征啊 极为符合呀 韭菜哥仔细看了那几段视频啊 发现啊 这些人的表现啊 非常完美的诠释了群体智力下降之后的另一个特征 艺术暗示啊 韭菜哥相信 平时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啊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甚至也想找人倾诉一下 形容的愚昧 但是当他们融入群体以后啊 他们就放弃了自我 成为了集体的一部分 集体意识取代了他们的个体意识 看到这种事情 韭菜哥痛心不 痛心啊 这些郑州的渔民啊 完全不明白一个道理啊 这本是你们现状并外界关注 甚至可以就此展开 对你们带来苦难的拥观 懒观 责任追究的机会啊 你们却因为某些人的煽动啊 将真相用黑布遮起来 以至于让问题得不到解决啊 下一次灾难还在无远说等着 这次倒霉的是别人 下次可能倒霉的就是你自己了 一帮蠢货愚蠢的民众 勿合之众 这不仅仅是智力问题 更是犯上 你成为概率本身 你还像这样 派给外国人 递刀子吗 呵呵 但是仅仅是那些围攻记者的郑州市民犯傻吗 某些正义的人士也在犯傻 别人煽动民众 围攻外国记者的目的 就是不想让真相大败于天下 民众的确也犯傻 但问题是 你因为民众的犯傻而正义感爆棚 表示不再关注郑州水灾 不再关注真相 不再关注责任的追究 碎了谁的愿 了谁的愿 你愤怒地宣布不再关注郑州 不再关注河南 你到底是正义呢 还是上当了 很多人经常追求一种廉价的正义 动不动就换正义的口号 在各种场合表演正义 的确 谴责郑州渔民是很正义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不关注郑州洪灾的真相 是因为我们正义 还是因为我们正在配合某些人的掩盖真相呢 有正义感 固然是不错 但廉价的正义感 往往是另一种姿势的韭菜 你的正义往往让别人正做成韭菜盒子 吃得满嘴流油 牙齿间澎湃着韭菜的芳香 一帮蠢货 某点事 都老大不晓得了 凡事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煽动几个愚民表演一下愚蠢 你就气得不行 你就不管了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呀 你想过没有 说清了 你们这事不成熟 说白了 你们跟那些愚民啊 都是一路货色呀 被人家一煽动 就变得智商急剧下降 面对乌泱乌泱的雪蛆啊 蛆虫啊 转身就走 那不是正义 那是糊涂 被人家一击 就觉得万念俱灰 那是犯傻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感谢朋友们收看 我们继续关注河南大水 河南暴雨 朋友们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朋友们再见 拜拜